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台积电3奈米供不应求,此前有消息称,四大客户产能全包,预期台积电3奈米订单满至2026年。 据报道,辉达、苹果、AMD和高通现在考虑提高AI硬体价格。 台积电今年产能规划较去年增加三倍,但仍不够用,目前产业需求正处于高峰期。 此外,台积电N3P制程也于行动领域或广泛采用,整体来说,300米阵容已相当完备。 目前还不确定台积电是否因此涨价,但强调定价策略始终以策略导向, 而非以机会导向,会持续与客户紧密合作以提供价值。 但外媒认为,随着3奈米供不应求,台积电很可能涨价,进而影响IC设计公司。 台积电目前规划将部分5奈米设备转为支援3奈米产能, 业界预期月产能有往拉升到12万片至18万片。 然而,业界尚未考虑英特尔Runer Lake处理器的产能需求, 虽然还不能断定消费性产品的价格是否会因300米供应中断而上涨, 但这些指标都暗示这种情况发生。 今年,全球半导体无精元厂及IT大厂将开始采用300米制程作为主要制程, 预计大部分大厂订单将分配给台积电, 这或将导致台积电与三星代工的市占率差距进一步拉大。 业界消息人士透露,截至6月下旬, 辉达、AMD、英特尔、高通、联发科、苹果、谷歌等七家公司已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工艺。 据透露,三星代工部门一直想争取的谷歌和高通, 最终也选择了台积电。 谷歌的Tensor处理器直到第四代都委托给三星代工部门, 但从引入三奈米工艺的第五代开始, 它将下单台积电的晶圆厂。 去年,人们普遍预计高通的骁龙8Gen四手P晶片将外包给台积电生产。 尽管三星三年前宣布开始量产三奈米工艺, 但在争取客户方面仍面临困难。 2022年6月, 三星在业界率先将三奈米环绕炸机的GAA工艺量产。 然而,第一代三奈米节点, SF3E在良率和效率方面的表现, 一直低于预期, 仅在加密货币、挖矿等小中市场得到采用。 业内专家指出, 三星代工厂三奈米工艺的主要问题在于良率低和能效低。 分析显示, 三星电子非常注重控制功耗和发热量, 但其效能仍比台积电低10%至20%。 随着人工智慧, AI服务在行动装置和伺服器市场的扩张, 晶片能效已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台积电与三星电子在晶圆代工市场份额上的差距也在扩大。 据Trendforce称, 三星电子晶圆代工市场份额从去年第四季度的11.3%, 小幅下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11%. 与此同时, 尽管智慧型手机需求下降, 但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在同意时期从61.2%上升到61.7%。 此外,从2奈米工艺开始, 三星电子旨在通过引入背面供电BSPDN技术大幅改善能效问题。 三星最初计划在2027年后实现商业化, 现已决定加快采用该技术。 目标是在明年或2026年开始大规模生产2奈米工艺。 另外, 虽然传闻三星的西一代旗舰智慧型手机Galaxy S25系列 将会拥有采用自研的Exynos 2500处理器的版本。 但是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最新的爆料称, 高通可能将会是Galaxy S25系列唯一的处理器供应商。 此前,Galaxy S24的供应比例为40%, 因为Exynos 2500可能因为低于预期的300米, 可能导致无法出货。 此外, 郭明基还预计基于高通自研的Orion CPU内核的Snapdragon 8 Gen4的价格将上涨25%至30%, 因此, 高通将从三星Galaxy S25处理器订单份额的增加中受益匪浅。 由于台积电是高通骁龙8 Gen4的独家供应商, 预计使用台积电N3E工艺也将从高通订单的增加中受益匪浅。 对于三星来说, Exynos 2500处理器原本将是三星减少对高通处理器依赖的重要利器。 此前曝光的Exynos 2500初步的CPU和GPU测试结果显示, 其整体效能又于高通骁龙8 Gen3。 但是从郭明基的爆料来看, 三星的三奈米工艺的良率可能成为了关键的蓝路虎。 另句句韩国方面, Business Korea的消息称, 三星电子的三奈米制造工艺在良品率和最终功耗表现上都不济如人意, 不仅会影响自家的Exynos 2500处理器进度, 而且还让三星这次失去了高通和谷歌的订单。 一届专家指出, 目前三星三奈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良率与功耗表现较差。 三星在三年前就已经启动了三奈米工艺, 其为了赶超台积电, 在工艺上采用了更为激进的GGA结构, 因此在理论上要比台积电的三奈米工艺表现更好。 然而三星的三奈米工艺在量产过后, 一直没有表现出纸面实力。 采用该工艺的Exynos 2500处理器良品率让人失望, 而且功耗表现也不够惊艳。 某晶圆代工大厂的代表也透露, 两家厂商提供的先进制程晶片在功耗上有所不同, 是许多大客户选择台积电的主因。 虽然台积电三奈米片的制造成本比五奈米高25%以上, 但效能上的重大差距仍促使客户选择台积电。 与三星的无人问津相比, 台积电的三奈米工艺则遭到了众多厂商的疯抢。 尽管台积电方面在三奈米工艺的成本上升很大, 而且台积电还会在之后进行涨价, 但产能依旧无法满足需求。 业界认为, 在三奈米工艺节点中, 厂商十分看重该工艺在效能和功耗上的优秀表现, 价格方面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晶圆代工大厂的代表感叹道, 过去二十年来, 散热一直是晶片领导厂商的挑战, 但随着AI晶片时代到来, 散热已成了关键议题。 特别是行动晶片, 一旦过热, 恐对整个智慧型手机构架造成影响, 而伺服器机柜, 只要有一台过热, 也会如野火燎源, 导致整个伺服器过在overload。 据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三奈米工艺的代工费用, 预计会涨价25%至30%, 新款手机的制造成本也会由此上涨, 这或许会导致新一代旗舰机的全面涨价。 因此, 三星三奈米工艺的表现不佳, 也会影响到未来的Galaxy S25系列手机。 Galaxy S25 Ultra大概率会全部使用骁龙8Gen4处理器, 涨价几乎无法避免。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